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已经彻底的没戏了 现在就是个拼夫人的时代 你知道何出此言 米歇尔奥巴马 世界性的全世界的评论 救了他老公 他老公本来就完了 民调比较低 民调低的都不行了 低过罗姆尼 就是民主党什么大会 就靠老婆这一通演讲 讲的好家伙 全世界都好评 而且一下子支持率反超罗姆尼 罗姆尼也是靠老婆 俩夫人打擂台 罗姆尼夫人也扯了一通 但是感觉评论员说 还是米歇尔讲的好 你看了吗 两个的我都看了 对你听懂英语的 人家现在都打中文字幕了 是吗 我也看一段字幕 咱们现在看一段 看看米歇尔的这个风采 所以在终于 我们的变成的机会 无论我们的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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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再谈谈你的观后感 你光看这么一小段 看不出的效果 你其实看不出那个感觉了 他整个全长大概将不到半个小时 二十几分钟吧 我不是美国人 其实我应该是 不会有太多感觉的 但是就是说 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视角去看这个 他中间有一段 我真的哭了 你都哭了 我真的哭了 就是我觉得 说什么把你说哭了 其中讲到一点就是说 我的先生几乎每一天晚上 都会跟我的女儿一起共进晚餐 我都不知道 我就说大家自己回想一下 上一次你跟你的家人 共进晚餐是什么时候了 黄美现在也有点埋怨丈夫了 你知道 我没有 我先生几乎天天跟我一起共进晚餐 也是个奥巴马 要他以奥巴马为宝样 那你要想到人家是一国之尊 他日理万机 但是对他们来讲 家庭非常重要 家庭非常重要 他们没有很多的KTV要去 没有酒店要上 没有太多的应酬要去 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我哭的那一段是什么 当女儿们上床睡觉了 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 一封 他说有堆积如山的信 那些信是什么 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很多人上不了学 很多人家里有那个 癌症重病的亲人 但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理赔他 他为了这些事情而烦心 他说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弱势团体 我们一定要立法来帮助这些人 我不晓得 可能你可以说我是 那个女人的这种愚昧 还是怎么怎么着 但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 对是很受感动的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这个再怎么说呢 这是天真吧 天真 当然了 他后半段那完全是政治的 这个 这个 那OK 相较之下 宣传 罗姆尼的夫人 她的那段演讲 那就我觉得完全就像一个 我自己的感觉啊 就是像直销公司的那个销售洗脑大会 没错 我跟你说 这个女人不适合从事政治 我是偏见 最从事可见一般 就说俩夫人都是打女性选民 一半的选票嘛 俩夫人打的牌都是亲情牌 但是呢 这个这个人呢 更会讲 米歇尔更高一筹 因为呢 罗姆尼那夫人吧 讲的也是说 我们打小有多穷 我们穷的吧 要靠卖股票为生 你说这 这会聊吗 这就像珍珠翡翠白鱼汤 不是 就有点像什么 何不吃 何不吃肉鸣啊 共和党的主要的选民的基础 是白人 男性 这是他中产阶级 是这个年收入在 十万到二十五万之间的这批人 是美国的中间力量 所以他们卖股票 真的是穷的标志 对对对 所以对他说的是真话 所以民主党本来就是针对 黑人女性跟知识分子的选票 没错 所以他讲的那个选 也特别对胃口 你刚才讲回家吃饭 这一段我觉得蛮真情的 但是 椭圆形办公室 他招呼小孩睡觉了 回去他猜 一封一封的 我们的信访办的信 我就不信了 我就不信了 拜托啊 要是他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各位领导 要好好做检查了 我们的各位领导 肯定至少先秘书猜吧 你要总统都猜 美国的信访 接下来我们的那些信访 全系华盛顿去了 不是恐怖分子也高兴了 就是 抹点毒药啥 我就把他干掉了 我觉得这个 不是 你女人好心肠 不是 这个 不是 就我跟你讲 波士顿 不是不是 广美 你们占一半的 世界就是你们决定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对吧 如果你们愚昧 我们就都愚昧 这话不是我说的 你知道吗 是波士顿环球报 专栏作家 他专门就你这个现象 就讲 米歇尔这次为什么 为老公 我首先第一点 我是承认 男人已经颓了 真的 不管从奥巴马 还是到我 真的 我现在就是说 永恒之女性 引导我们走 就得找着有主意的女的 男的 我跟你说是心胸狭隘 瞻前顾后 左右为难 进退失据 彻底完蛋 就是 女 你怎么还一串一串 没事 我对我自己的总结 还笔句 我觉得 我觉得 女人有特有的能耐 而且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你要知道 这个电脑 手直透的话 男女没差距的 对吗 过去体力劳动 或者讲战争 冷兵器 男的高一筹 都靠这个的时候 都或者都靠这时候 女人手指头 可比你灵活 再者说了 所以说 你不能认为 她是愚昧 我们必须 把她当成一种 客观的现实 现实就是这样 女人就是要讲感情的 而且现实政治 也出现了这样的 一个变局 就是说 奥巴马和罗姆尼 政策上 没有本质的不同 没有 所以为什么 确实要让女人来选择 因为你们男的 现在已经没出席到 完全没个性了 你们俩真没什么不一样 而且奥巴马这总统 当的也不算咋地 这个政策都不成 你知道吗 他们的经济也没救过来 这怎么办 罗姆尼又能强在哪里去 所以你知道 如果米歇尔能说服困惑的女选民 他就必须要告诉他们 我老公对老婆是最好的 罗姆尼夫人也是这个策略 都是说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 好老公 好父亲 所以他们美国波士顿这报纸 登出一个漫漫画 说俩哥们在酒馆看电视 看见罗姆尼夫人和奥巴马夫人 分别夸赞自己的老公 多么温柔体贴 哥俩马上互相说 看来咱俩也该选总统 你知道吗 你看他评论 波士顿专栏作家 说总统选举如今已经发展到 拼夫人的阶段 这究竟说明女性政治地位上升 还是选举的庸俗化和娱乐化 两位夫人确实都令人信服的证明了 自己的老公是好丈夫 好父亲 好男人都值得敬重 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选总统 这些和总统带给我们的政策 究竟有多大关系 我们难道应该根据这些做出抉择吗 但是我要回答这个波士顿 这个报纸的这个结论 就是基于我如上的分析 没错 就是要听女人的 就让她们选 你们就得这么演 这就是今天的时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采入无极之水 会冤酒精 年份冤浆 五井共酒 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广美对我们这波士顿环球报怎么说 我对于你的那个理论呢 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 我不竟然认为女人应该要去从政 因为女人太感性 太容易受一些周边的事情影响 但是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 她身边的幕僚很重要 她身边的女人也很重要 没错 成就她不一定 毁了她足够 是 对绝对的 你可以毁了她 你也可以成就她 是是是 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己这么多的人生经验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个男人 他身边 他在交不同的女朋友的时候 他反映出来的很多的 他的生活的习惯 他的逻辑 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男人 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身边一定出现了不同的人 所以如果说 我觉得你说女性的 那要是这个男的老 跟一个女的交往 那他不是永远只显示 他性格的一面 那如果这个女人 是一个正确的女人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从周边再来看 OK 你说我婆婆妈妈 他们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女儿 据他们的幕僚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非常的愿意 把我的孩子送给第一夫人 请她帮我管教一段时间 你说 就两个孩子已经挺大了 我估计应该有14岁18岁 因为没有他们具体的资料 两个孩子 电脑除了功课以外的事情 是不可以在上面做任何事情 就除了你做功课以外 你是不准用电脑 做其他的娱乐的事情 姐姐有手机 只有在周末才可以打电话 用手机打电话 这个我不晓得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就说 这不是上司人权吗 这不是上司人权 然后她的母亲要求她 你每周 你一定要做两种运动 这两种运动 其中有一种 你可以自己决定 另外一个 由我来替你决定 因为你也要感受一下 有的时候 违反你的想法 违反你的那个意愿 去做的事情 其实也能够帮助你成长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以一个母亲来讲 太不容易 因为在美国的政治当中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就是这个家庭价值 对 所以一旦你选入了白宫 你做总统了 你全家都成为演员 这个全家都牵涉到国家利益 你的一切行动 几点吃饭 吃什么 做什么事情 怎么上学 穿什么衣服 那都需要白宫的专业队伍 来帮你设计 帮你指挥 这不是你家庭主妇 可以自己决定的 这牵涉我们 整个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命运 牵涉国家利益 所以这已经不单是 一个家庭价值了 但说的很容易 难道英国 英国皇家 没有严格的纪律吗 所以他憋到 他现在裸体照片都出来了 就是凯特王妃 我就发现 他们英国竟讽刺他 说村姑还是村姑 举手投足 说还能看出是什么村姑 但是就是说这个米歇尔 我觉得能看出来 就是现在这个女人的素质要高 真性 能高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本身是律师 然后照广美刚才那么说 相夫教子 对吧 对内是有一套 对吧 而且对外你看这演讲 现在都有人琢磨 他也可以选总统 就说他能到这么一个程度 而且你说 就连这个说衣着 就是他比那个劳拉布什 是说比那些总统夫人呢 高出一大截 就是说包括人家时装设计师 都说他在着 当然他这模样 我也不但长得不大明白 就是说 但是就据说他是很会穿衣服 美国人现在对这个奥巴马夫人的这个欢迎 也客观上也显示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女权发展的一个现状 他们超越了把女人当作在家里做贵 做好夫人相夫教子的阶段了 因为相夫教子以前的布什的夫人都做得很好 老布什的夫人是做得最好的 可是现在他们接受奥巴马夫人这样 但是他们还是不接受希拉里这样 你看希拉里其实从个人来说 希拉里要比奥巴马夫人要聪明的多 能干的多 虽然她对我们的钓鱼岛非常坏 对不对 但是希拉里是美国知识分子 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 可是她选不过奥巴马 从个人来说 希拉里智商比奥巴马强很多 可是这个男权社会 还是接受一个奥巴马 配上一个贤惠的夫人 而不接受希拉里 这就是现状 那么说 卡里连夫姓都不肯灌 所以没看住老公吗 是吧 中国人还是别灌夫姓的好 灌了造不出问题 而且这个像 那照你这么说 米歇尔奥巴马这种 那还是等于就是出德听堂 入德厨房 他就是比白人的传统的 在家里一天到晚养狗的那个 开放一点 而且知道他的形象 他更能够显示多元文化的宽容度 但是他讲的话 跟原来白人的那个家庭主妇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 不过他多了一些 就是我们曾经怎么苦 跟你刚才讲 这个可以引起下层民众的共鸣 说到底是政治策略 我可能看的太残酷了 当然他这个稿子是用心琢磨的 这个分寸拿捏的 我就觉得作为演讲学 你可以研究 比如说他要说 你们别忘了我老公那个什么 结束阿富汗战争 你们要别忘了 你们可别忘了 他那个打死了本拉登 他要这么聊 你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呢 就会引起人的反作用 这些话就留给 就炫耀 不是 他讲 但是他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讲 他说当我见到阿富汗的士兵 受伤的士兵跟我说 为了国家 我还愿意这样牺牲一百次的时候 我很感动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这样的去提 但是当我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都会联想到阿富汗战争 与我老公之间的关系 以及本拉登 这叫不卓一字 尽得风流 对 我都提到了 但是其实都是人家写的 对 对 我就说这是整个的团队 这个谋偏设计 你不能够完全抹妙掉 他的个人魅力 就是说你同样的一篇稿子 换一个人讲 那个感染力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这个稿子 你让罗姆尼老婆说 效果一半都比不上 这个东西 你还真的说 就是演员 也有赵本山和谁之分 对不对 那演的好坏 这是一种什么素 我彻底同意你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 你不管是做一个政治家 还是是做一个比较大老板 或者是大艺术家 你身边的女人 或者是男人 我们来讲 你身边的伴侣 关键 非常关键 这个我同意 你说你作为这个丈夫 你说奥巴马是不是真心的 奥巴马说当时 不是听的人 广美都哭了吗 你知道当时 奥巴马也是哭绝余地 这可能 奥巴马接受采访 奥巴马 记者说 问奥巴马 说你老婆讲话的时候 你看不看 奥巴马说 我怕 我控制不住 我会哭出来 我只要一看到他说话 我就陶醉其中 你说这俩眼 这可能 这两人对待一起几十年 到现在还没吵开 这点情分总是 他说没吵开 他说没吵开 对不对 两个人对着一起 这么久了 你听到他说话 真情说话 你当然会感动 你觉得他们俩 还真那么甜如胶 似如蜜之类的吗 难道真是那样的吗 我不认为 就是说激情 二十三年了 你说那个激情 我觉得是绝对没有了 我觉得有很大成分 是为事业在打拼 为他成就 他这个总统 你要知道 总统的责任有多么大 那你是应该要放下 儿女私情 来成就这件事情 但是你必须 让你站得住脚的 很多事情 你还是得拿出来讲 例如身为人母 最后他的那个演讲 的最后一句话 In the end of the day I'm still the mother in shape 我听到这句话 我也很震惊 就是说在每一天的最 最后呢 就是说当一天 忙碌的一天过去之后 我仍然是一个 在职的母亲 就是在岗位 在岗位上的一个母亲 我觉得这句话 就是对一个 我不晓得 就是很打 真的非常打动我 非常打动我 我觉得这个女人 她再坏 坏不到哪里去 眼神不能骗人的 你说她真的很漂亮吗 虎背熊腰的 我实在是 但是你看人家的那种 自信跟那种 我告诉你 我觉得真的坏 坏不到哪去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还是要非常借重 克林顿出来为她站台 克林顿的这个演讲 真是炉火存清 如果你说的 她的太太的话 是真情打动人 那克林顿在道德上 那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她的手腕上 她的夫人被她搞成 怎么无人 可是克林顿出来 讲的这些话 全场照样为此倾倒 这就是美国 非常奇怪 非常矛盾 所以你看 这说明什么呢 都是一个是拼老婆 一个是拼老公 都是靠着幕后的 你知道吗 这一个是 一个是现在总统的老婆 一个是现在国务卿的老公 黑拉里不是说不做了吗 她下一任不做了吗 她这次是纯粹 为奥巴马出来站台 听说 而且是她放弃 她不跟她竞争了 反正确实全靠家属了 就是 我们都知道 Oh my god, Senator, 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we're gonna keep President Obama on the job.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酱香电饭 红花囊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所以他们说 这个演讲 看来是现在社会 越来越需要的一种东西 主要靠说 各行各业 中国不是 中国你要做领导干部 你少说话 你嘴里说得太好 人家觉得不可信 不是 口拙才能 对 连口拙也是口才的一部分 连懂得什么时候不说 连什么时候口吃 都是天才的一部分 口才的一部分 当然了 这是 这是个智慧 你不要以为 说出来的才叫口才 你比如说 他这个里边 大英犧牲 你比如说 他这个里边 多很丰富的内涵 你比如说 有人说了 说奥巴马的演讲 让中国人目瞪口呆 原文 说奥巴马夫人 说什么 我们学会了 做自尊正派的人 努力工作 远比挣钱多少重要 帮助别人 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 我们学会了做诚实 守信的人 要讲究真相 不能妄图走捷径 或者耍小伎俩 你知道他这个里边 还有一种 缓解贫富 仇富心理的东西 在里边 比如说他引用说 我的祖母 我的外祖母 他们从来不嫌 别人家挣钱多 他们只是每天 早早的起床 做工作 让自己的子女 有一个体面的学校和工作 他们就感到这一生 完成的很好 等等 你看 他这个话里边 都有玄机的 作为中国人看来 就觉得美国在外交上 一贯是侵略 而且有很多事情 也是利益至上 耍手段 但是美国在内政上的 这套宣传 不管他宣传是真假 但是那个道理 其实是蛮有说服力的 就是家庭价值 就是每个人 努力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其实从小 也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我们从小都接受一个教育 叫你好好学习 你就能天天向上 这么毛主席说的 但是多少年以后 你才发现 好好学习的人 未必能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的人 他不必好好学习 所以我们现在 作为老师的 最大的困难是 你是跟学生说实话呢 还是继续告诉他 好好学习 就能天天向上的 你跟他说实话 再骗他 害他将来在社会上碰壁 你要再跟他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你好像也在骗他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境 不要说领导 老师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太受打击了 您这段话说的 你都将来不知道 怎么教育孩子了 真的 不 你已经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了 很多人以你为 励志的榜样 她也是很多肤子的夫人 你很空的了 放肤啊 你就放肤啊 听说财富增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黄美天 没错没错 黄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